各位早安 今天是8月9日 美股方面 上星期尾就是三大指数个别发展 导致升0.4% S&P500升0.1% 纳指跌0.4% 来到我们星期一 亚洲交易时段市场 就开始再度关注 回来的经济数据 如果是利好的话 是否又有一个提早收水的预期 久不久都会炒这件事 其实现在看到油价金价都是升 油价金价跌而未会升 就是反映市场开始担心 又或者是资金上开始炒 会不会收水 一浪浪都有这个情况 我想现在未至于个别 全部都是一个破位的边缘 但未破 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密切关注这件事 关注到几天才可以下定论 而港股方面 今早早一度向下 暂时都在升跌之间 都是26000点的关口附近 关注到除了科技科网股份 受着监管风险影响 ATM都是继续偏弱之外 其实看到一些个别强势板块 例如一路讲的新能源车 随着今天在吉里出了差的数据 再加上新能源车的上油 就是这个里电的板块 7月31日已经出了消息 就是青海延回工业股份 明天会复牌上市 复牌上市 市场担心会带来震荡 一来会否吸纳到现有 如果它升得厉害 会否吸纳到现有的一些 理业股份那些资金 如果它跌的 更加会拖着行业 所以就变成市场 现在就开始担心这个情况 暂时看到新能源车的板块 都开始高位度震荡的危机出现 我们下期见了